我们战友跟联盟和新中国联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信字 对 就像郭先生说的 你没有这个信为基础 你做什么都没有 你别说是灭供 你就做个借款 做个生意 做个合作你都做不了 做不长久 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个案子能做下去 我们就是信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律它是可以给你公正的 只是需要时间 或者是我们找对的人 对的法官 你像这次法官你可以从他的判决书当中可以看出来 我是没有接触也没有聊过 也没有跟他交流过 他相信我们是一个灭供的群体 他是相信我们是真正灭供 是属于正义的团体 就只要这边动用了我们的钱 他就是一个借款 就咱们农场跟在座的就是一个借款 是一个合法正当的一个商业的行为 是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 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 不但是承认了农场这个概念 还有对这个借款呢 是一种正当的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这个行为 也做了一个认定 所以就等于说是以前这些伟伟类 或者一些什么那个中共在后面去造谣 说农场借款 什么欺诈呀 什么庞氏骗局 这等于说是都立不了了 因为你没有法律的依据是吧 对 咱们就是真的 你举报也没有用 最多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挫折 但是这肯定会打不倒我们 你这么少年了 就因为这个案子 过去没有地方认可我们农场 他那个判决里面就是发目是吧 这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认定 爆料革命一个群体在这里面也认定 然后借款认定 新农联邦 然后咱们这些战友 对 在这么一个借款的一个合作 都是一个认定 别说是美国全世界的法院里 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案例 就告诉你 它就是这么一个正常的群体 一个正常的行为